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呼气 再吸气 呼气 吸气 呼气 今天会讲一个佛教本身故事 讲述九色鹿就是释迦茂尼前生 救起了历水人却凡租背本的故事 从前有一只珍奇稀有的九色鹿 它仪态端庄 两角长得非常绝壮 在阳光的影射下 双角闪闪发光 它经常在宁静的恒河边淫水食草 游一日 有人失足跌了落河 警方感大呼小叫 旧色鹿听到之后 奋不顾身感跳落河中 将跌落水的人救起 落水人为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愿意当他的仆人 每日除草供水 使其呼唤 但旧色鹿远距离了 只是要求他保守秘密 不要泄露见过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否则 人们会为了贪取他身上的皮和角 来杀害他 旧色鹿告诫完毕 随即离去 此时 国王夫人在梦里面 见到一只身长旧色彩毛的鹿 这只鹿皮薄坚韧 鹿角闪闪发亮 亮白胜雪 以上珍贵 因此 皇后一觉醒来 念念不忘梦里面的鹿 赵师冒想着用九色鹿的皮来做作战 用她的割来做副病 为了得到梦未以求的九色鹿 碧江山 鹿水人听到这个消息 贪心喜 乐念生 他认为 鹿只不过是头畜生 生死又有何关系呢 于是 莫默良知的落水人 向国王告密 九色鹿的行踪 由于 他背叛乐言 恩将仇报 念想立即删满独钮 痛苦难当 但利欲分心的落水人 并没有觉悟 仍然带着国王的大冠 来到九色鹿 七色的河边 行河旁的大树上 住了掃落与九色鹿 交疑甚深的乌鸦 他远远发现了国王的军队 港港飞告九色鹿 但国王的大军 仍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重重包围行河两岸 令鹿无处可逃 此时 九色鹿一眼就认出落水人的掌相 知道这个人出卖了他 九色鹿岸现停立 上前将当初如何不惜生命救人勉劳 今天却遭背叛的事情告诉国王 落水人立即吓得身体不够胆挺直 双脚更加在发抖 脸上露出为首为美的神情 国王听到之后非常惊讶 畜生竟然说有如此深厚的慈悲心 勇于牺牲自己 拯救他人 反而是人 忘恩贝疑 于是就颁布命令 从今以后 不准任何人伤害九色鹿 若有干犯者 绝不遥书 我们可以在这个故事里面 学习九色鹿的慈悲心 和善念 而溺水人的结局提醒大家 建议望你的行为是不可遂的 现在 请你放松自己的眼帘眉心 想象至新绿野远 有花草在你脚袍 天气十分和暖 阳光明媚 令你感到舒适无比 你往前踏出一步 脚下的土地 令你感到万物的生命力 它们吸予你正能量 令你内心感到安稳踏实 请你将专注力 放在呼吸上面 我们做三下心呼吸 鼻吸 后呼 吸气 呼气 再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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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气 呼气 你回复到正常平稳的呼吸 你回复到正常平稳的呼吸 请你回复到正常平稳的呼吸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 准备好了吗 请你将意念集中 放松平日紧锁的眉心 然后将意念集中到面核 将它放松 然后到牙齿和嘴唇 平日多应用多说话的后悍 都逐渐放松 现在 你整个头颅都没有压力 非常自在 我们将意念转到肩膀 尝试慢慢将它放松 给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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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绷紧的感觉 会逐渐减少 现在 将意念转到后背 慢慢将它放松 记得 记得 保持平稳细致的呼吸 可以帮助你放松身体 我们将意念转移到 深厚的位置 感受空部 随着你的一呼一吸 有规律地起伏 每一下的吸气 都是将生命力 和正能量吸入 想像每一下的呼气 呼出黑色的云露 身体的烦恼 紧张 和呼能量 随着黑色的云露 呼出身体 你感受到 自己活在当下的一份 灵静 请你再说 请你继继继继续继续持有规律 293 LED 享受随着呼吸,就可以带你的清静自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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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